谁才是乾隆清风的大清第一巴图鲁 黄爷爷是我大清的第一巴图鲁 第一巴图鲁 谁叫你说这些混账话 乾隆平定了准戈尔之后 让狼士尼画了一套16幅的平准作战图 这其中有一幅叫做格登厄拉折英图 在这幅图里面详细描绘了乾隆清风的巴图鲁阿玉西 是如何带领清军打出了平准战争当中 清军最夸张的一次战绩 咱们先说说巴图鲁这个封号 其实它就是蛮于勇士的意思 有人说它的来源是蒙古语巴特尔 大概就是英雄的意思 原始当中就出现过很多类似的音译词 像拔都尔 巴都鲁等等等等 原始当中蒙古人一般会把这个词拿去起名字 但是到了努尔哈赤的后金这儿 巴图鲁就成了一种夸奖人用的封号 在清初巴图鲁这个封号可不是轻易就能够得到的 只有少数的满人武将才能够获得这个荣誉 到了皇太极之前 为了凸显这个获奖者个人的专业水平 巴图鲁之前就开始加上了各种各样的前缀 比如说像什么厄尔克巴图鲁 莫尔根巴图鲁等等等等 这其中你要是问谁是第一巴图鲁 那有一个人确实能够排得上号 他就是阿玉西 关于阿玉西这个人 详细记载的资料并不多 甚至连他的生族年份都不知道 论起参加战争的数量 他也远不如另一位乾隆亲风的巴图鲁海兰茶 但是他能够被很多人认为是满清第一巴图鲁 主要就是因为他无论是个人的战斗水平 还是领兵作战的实战能力 都有点过于夸张了 阿玉西这个人其实不是满人 他是准戈尔人 曾经在准戈尔韩国担任一个低级军官 结果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被上级判刑要堕他一条胳膊 结果阿玉西直接是小仗兽大仗走 二话不说人就跑了 在雍正十一年来到了乌里亚苏台 成了清朝这边的一个士兵 就在这个军营里面 阿玉西又出了一次事 话说在何同伯之战之后 由于清军损失惨重 所以战后西北的清军 就开始装备了很多仿制 中亚地区的新式火枪 这些火枪本身杀伤力要更大 结果阿玉西有一次和军营里的 火器营的士兵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 就打起来了 这个火器营的士兵 明显没有打得过阿玉西 这个时候他就玩起了狠的 拿起火枪就要毙了阿玉西 但是阿玉西是一通迅雷 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电光火石之间 就把这个人的火枪给抢了下来 然后调转枪口对准了那个拿枪的士兵 这一通连招下去 不仅当地的军营轰动了 连着整个卡尔卡蒙古的王公们 也都知道了 后来这帮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乾隆 乾隆一下子就来兴趣了 把阿玉西调到了京城 担任自己的御前侍卫 而就在不久之后 清朝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平准战争 乾隆顺手就把阿玉西派到了前线 结果这一派就给准盖尔 送来了一个天大的战友包 乾隆二十年 清军在进攻伊犁的格登山时 当时准盖尔的达瓦奇 见清军这边人太多了 就领着自己这边的一万多人 退守在了这个山地上 因为山地本身就很险峻 清军要是强攻的话 肯定一时攻不下来 所以当时清军这边 就打算派阿玉西上去 领着一伙侦察小分队 去摸摸敌人的底 这个侦察小分队有多少人呢 加上阿玉西一共是22个人 等到阿玉西领着人 上了格登山之后 成功找到了达瓦奇的大营 按理说这个底就算摸完了 结果谁都没有想到 阿玉西是直接奔着 把准盖尔的敌给踹掉的架势 他左看右看都觉得 这会儿正是趁机偷袭敌人的机会 反正敌人也不多 区区一万人 我们这边人也不少 足足22个呢 于是阿玉西当机立断 直接领着22人 杀进了准盖尔的大营 按照平定准盖尔方略 以及亲定黄语西域图治的记载 阿玉西趁着夜色 突然杀进了敌军大营 准盖尔那边一下子就乱了 对手是谁没看着 反而是自己人开始打起自己人来 乱了乱了 一瞬间整个格登山乱成了一锅粥 山脚下的清军大营都蒙了 怎么22个人上去 这上面的喊杀声能闹得这么大 这一仗打下来 准盖尔一万多人 光是俘虏就抓了6500个 而清军这边的22个人 一个没有死 创造了整个平准战争当中 最大的一次战绩 乾隆皇帝拿到战帽之后 整个人都要乐翻了 你瞧瞧 不愧是朕亲自选出来的御前侍卫 为了嘉奖阿玉西 乾隆拿出了他最高级别的赏赐待遇 那就是写诗 疯狂写诗 他专门给阿玉西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的名字也是直书兄弟 叫做阿玉西歌 这首诗也是非常能够体现 乾隆皇帝水平的一首诗 因为这首诗的文学价值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史料价值却又高得出奇 整个诗文写的比战报都要详细 比方说像开篇的地狱剧 阿玉西者伊和人 准个儿属思牧尘 这就是告诉你 阿玉西他是哪来的 然后是 起法获罪 应错弊 何不计斩 犯却尊 这个就是在告诉你 为什么阿玉西他不再准个儿干了 徒步万里来象化 欲知塞外先朝恩 足足六句话 把这个人之前所有的人生经历 全给你说清楚 到了打仗的那一步 剑足轮选22 约阿玉西领旗群 就是格登山的那一战 阿玉西领着22个人 他就上去了 直到这儿 其实写的也还算可以 毕竟运脚他还在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 就开始不对劲了 约巴图吉尔嘎尔 吉查哈什复已尽 这是一句诗 巴图吉尔嘎尔是个人名 说真的 这两句话意思很好懂 但就是觉得哪怪怪的 整句诗可以说是 句句硬如铁 让人读了满嘴血 反倒是后面描写 战争场景的时候 倒是写的还不错 贤眉夜袭 掺贼像 如万祖父林儿孙 这句话其实就有点 粗鄙之语了 完全是在骂人 我打起准个耳来 就像一万个 黄爷爷将联 去打孙子一样简单 甭管粗鄙不粗鄙 罢气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第一巴图鲁 搬给阿玉西 确实也很有说服力 不过巴图鲁这个封号 就像士号和妙号一样 给的人多了 就开始贬值 到了咸丰潮 一口气封了12个巴图鲁 晚清时期 甚至还给法国人和英国人 颁发过巴图鲁的称号 只能说这个东西 越往后就越掉价